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个知识点 关于方案的创造及方案的实施 那么对于这个实施点来讲 内容并不是太多 更多的需要同学们有针对性的预计 我们首先看一下方案的创造 即它的方法 好 对于方案创造的方法有多种 通常情况下有如下的几个 第一个是头脑风暴法 第二个是戈顿法 第三个是专家意见法 又叫做德尔菲法 第四个是专家检查法 第一个要求方法名字 咱得记住啊 记方法 好了 下面涉及到这几种方法 那到底如何来进行实施 同学们简单的跟着我了解下就行了 首先头脑风暴法 那头脑风暴法日常生活当中 同学们都在进行使用 比如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哎呀 大家自己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天马行空的想一想 不受约束的想一想 所以头脑风暴法 成了的是自由奔放的思考问题 看一下下面这个表述 接下来说 就是对改进对象 有教生了解的人员 组成的小机体 在非常融洽 和不受任何限制的气氛当中 来讨论 座谈 打破常规 积极思考 相互启发 积极思广义提出创新方案 好了 那是对于这个改进对象都很熟悉的 张三 李四 王二 马子三个人 哎 你们今天下午就在会议室 然后呢 好吃好喝 给你们伺候着 是吧 要啤酒有啤酒 要撸碎有撸碎 大家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融洽 哎 你们来想一想 这种方法可以获得方案 相对比较新颖 全面 富有创造性 并且可以防止片面和遗漏 那 头脑风暴法 这倒是好事咯 但是头脑风暴法 最为最为核心的前提 那一定要对改进对象 有叫声了解的人员 让他们来自由 自由奔放的思考问题 接下来 是歌顿法 歌顿法 这个方法也是在会议上提出方案 但究竟要研究什么问题 目的是什么 只有会议的主持人知道 以免他人受到约束 所以在讨论的时候 这个主持人 他也不会把具体的范围 给大家说 只不过进行一系列的引导 就行了 你看 这种方法的指导思想 是把要研究的问题 适当的抽象 以利益开拓思路 在研究新方案的时候 会议主持人并不全部的 摊开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对大家做一番 抽象笼统的介绍 云立物理给大家说一通 大家都不懂 就达到了这个状态了 然后来 以门提设想 以及发有价值的创新方案 这是戈顿法 戈顿法比这个头脑风暴法 要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方向 下面是专家意见法 专家意见法又称之为得而非法 它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什么意思呢 来 我给同学们画一画 对于这个专家意见法来讲 我们尽量避免专家之间相互影响 你比如说来三个专家 张三 你是王二马子 张三是个研究所的博士生 那么你是呢 假设是张三的导师 好 张三的导师 那王二马子 他的学术水平比较高 假设是院士 当然这三个都是专家 那请问同学们 三个专家坐在一起 在讨论的时候 你张三 作为一个学生 你敢开口说话呀 那你要开口 只能说 哎 李氏说的对 王二马子说的好 对吧 他一定没有主见性 虽然可能张三有些问题 他有独特的看法 有新颖的思路 但是在李氏 他的导师 在王二马子这个院士的面前 他不敢提啊 好了 那现在专家意见法 就为了弥补这样的缺点 那怎么办 这样来 好 现在对这个企业来讲 想进行方案的创新 那这个企业就作为牵头方 现在呢 把相关的资料 直接给张三 直接给李氏 直接再给王二马子 对这个王二马子 不要做过多的猜想 这只是一个代号 没有其他的意思 有传说这不好听 就是为了这个说话方便 别多想 别多想 好了 那现在呢 把这个资料 给这三个专家 这三个专家 结合自身的情况 结合自身的一些 实际经验 把方案予以反馈 再反馈给这个企业 反馈给这个企业以后 这个企业 把三个专家的意见一综合 突然发现 张三 这个方案还不错 李氏提出来一个问题 张三还没有想到 好了 那王二马子 可能提出来的方案呢 可能就更好 但是也有漏洞 那这个企业 在说综合考虑的基础上 再反给这三位专家 把意见反给专家 当然反的时候 千万不能说 谁谁谁 有个问题 人家提出来 那你没考虑到 不能这样 就跟他说 提醒一下 是不是哪个地方 咱们这样考虑 可能更好啊 这个地方 你还得多考虑考虑啊 好了 把意见 再反馈给这个专家 对这些专家来说 他们之间实际上 已经通过这个企业的调量 进行了信息沟通 但是他们不知道对方 啊 就像现在 咱们一些 这个自然基金的 一个评审一样 都是盲评嘛 对吧 你也不知道 谁来评你的 自然基金的申请呢 好了 那接下来 张三 再把自己的方案更改 李氏也更改 然后回来做企业 反复多次以后 就形成一个 或者几个 最佳的方案 这就是德尔非法 专家意见法 好了 这种方法的特点 是专家们彼此不见面 研究问题 时间充裕 可以 没有顾虑 不是约束 从多种角度 提出意见和方案 缺点呢 是花费的时间相对比较长 缺乏面对面的交谈和商议 对吧 优点也是它 缺点也是它 优点就是不见面 缺点就是 哎 缺少了面谈 那么优点就是时间充裕 缺点就是时间太长了 好 专家意见法 那么最后呢 是专家检查法 咱知道这个名字就行了 走 看下面这道 单向选择题 在价值工程活动的 方案创造阶段 为了激发出 有价值的创新方案 会议主持人 在开始的时候 并不全部摊开要解决的问题 值得与会者 进行抽象笼统的介绍 要求大家提出各种设想 这种方案创造的方法 称之为什么 首先它不是头脑风暴法 头脑风暴法 那就是大家漫无目的 漫无天际 自由奔放 得来进行思考 但是这个它不是 它需要主持人 对与会者进行抽象笼统的介绍 当然 与会者之间也会见面 面对面坐在会议时 所以它也不可能是得而非法 那这种方法是哪种方法 戈顿法 选必 选必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方案的评价 好 看下面的标识 方案的评价 包括概略评价和详细评价 那内容包括技术评价 经济评价 社会评价 以及综合评价 好 那么总体价值最大的方案 即技术上先进 经济上合理 和社会上有利的方案 作为最优方案 上我下走 常用的定性分析方法有 德尔菲法 有优缺点列举法 这是定性方法 记名字记名字 定量方法 直接评分法 加选评分法 比较价值评分法 环比评分法 强势评分法 几何平均值评分法 到底怎么用 管它做啥 别管了 这些方法 注意下哪些是定性 哪些是定量 来 2020年 在这个地方考虑到单项选择题 从价值工程的实践来看 决定价值工程 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好 我们前面 对价值工程 干了那么多的工作 准备阶段 分析阶段 等等等等 最终要干嘛 最终要进行方案的创造 那接下来 进行方案的执行 所以 对于方案的创造 这是一个 层上 其下的一个关键环境 那如果说 方案的创造 创造的不好 那后期执行 一定好不了 前期的工作 那一定是白费 所以 决定价值工程 成败的关键 那一定是方案创造 要理解 稍微记一下 下面我们看一看 多项选择题 在价值工程 活动当中 常用于方案创造的方法 和方案 综合评价 定量方法式 好了 前面是方案创造的方法 后面是方案评价的 定量方法 头脑封棒法 方案创造的方法 加选择题 加选平均法 评价的定量方法 选择A 没问题 优缺点列举法 优缺点列举法 这是啥 这是方案评价的 定性分析方法 那可不是创造的方法 所以选择B 不应该选 直接评分法 这是我们的定量分析方法 选择C 得尔菲法 这方案创造的方法 选择D 戈顿法 方案创造的方法 选择E 专家检查法 方案创造的方法 好 前面 C D 和E 都对 我们看一下C D和E 后面 比较价值 评分法 评价的定量分析方法 几何评分法 评价的定量分析方法 环比评分法 评价的定量分析方法 所以这套题 你看正确答案 A C D和E 完了 下面 看一下2020年 多项选择题 第三节的最后一道题目 价值工程 应用当中 方案创造 可以采用的方法有 方案创造 可以采用的方法 有哪些 头脑风暴法 专家意见法 强制打分法 没涉及到 戈顿法 有的 功能成本法 没涉及到 那这套强制打分法 我们前面 所谈记的 功能最新系数的确定 强制打分法 什么0104 对吧 那么 功能成本法 我们确定 价值工程的 改进对象 用功能成本法 所以 涉及到 方案创造的方法 头脑风暴法 专家意见法 戈顿法 还有专家检查法 正确答案 A D和E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三集 关于价值工程 关于价值工程 也就 到此结束 价值工程 这一集 这一段的计算 还真的不多 如果非要说计算 可能环比评分法 还有强制打分法 那个地方 涉及到一些小小的计算 其他的内容 都需要同学们 有针对性的 予以记忆和理解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到第三集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